郑州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新一代导弹驱逐舰 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探测和区域防空作战能力 中国最新的导弹驱逐舰被了门语为中华神怒 这一门语表明了新型导弹驱逐舰对国防安全的重大战略意义 而在三十多年前 这样的导弹驱逐舰还是中国海军梦寐以求的舰种 更是从事舰船业的军工人心中的一个梦想 84岁的潘景福在大学时主修电机转业 后来进入舰船行业 生于战乱年代的他对军舰有着特殊的情感 康派战争爆发的时候 三半年的成天我们就乘了船到上海来 那么进了黄埔驱逐舰的时候 我看到的都是日本的军舰 还有外部的大船 我们自己就大概一条一面 所以心里面这个感叹 怎么我们自己就没有这个很好的军舰呢 自称半路出家的潘景福 后来成了舰船设计专家 他参与设计过扫雷舰 护卫舰 1976年又加入到中国第一代导弹驱逐舰 051型的研制工作中 大家看到二号码头右手边那艘舰卫有直升飞行库的那艘 就是105启南舰 105启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和生产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 感谢大家 051型导弹驱逐舰曾是中国海军的主力舰中 但是它的技战术指标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太大 自占能力方面来讲 它对舰的攻击能力比较强的 可是对空的作战能力已经不行 这个火炮系统太弱了 它不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系统 这个导弹打过来很快就把你觉得没办法去拦截 这是船多海战给我们的印象 近距离的对抗十分激烈 火炮的威力决定了军舰的核心战斗力 今天的战争中情形已完全不同 对海瑞空猛难 反潜于雷被安装到驱逐舰上 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光滑运用 驱逐舰的战斗力对伊拉夫的提升 逐渐成为各国海军蓄力中的宠儿 1979年 美国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完成可行性研究 这种型号的驱逐舰 装备了先进的宠舰作战防御系统 拥有区域防空能力 武器装备 电子装备高度制度化 代表了美国海军驱逐舰的最高水平 这种驱逐舰的作战力 把051型远远摔在了身后 就在同一年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 登上051型导弹驱逐舰 随同航行了六个小时 就是在这次航行中 邓小平写下题词 建立一支强大的 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 1980年 中央决定要上新型导弹驱逐舰 考虑到国内的科研基础比较薄弱 最初的方案是从国外整套引进相关设备 但由于种主原因 这个计划后来中断了 1983年 潘静福接到一个任务 中国将自主研制052型导弹驱逐舰 由他担任总设计师 但是从事了几十年舰船事业的潘静福深知 这个任务并不轻松 新型导弹驱逐舰 是集合了多项高精尖技术的系统工厂 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 研制出著名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也花了前后几十年时间 它是一个很复杂很庞大的一个系统 因为在整个舰上有十多个分系统 有几万台设备 我家工业的方方面面 集结工业 化工 清工的所有的系统 包括房子 楼梯上有的东西 舰上都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国力还很薄弱 而在新型导弹驱逐舰的诸多领域 还是一片空白 动力系统 我们有染七零机吗 我们要告诉彩虐机吗 没有啊 所以我们那是非买不可 我当时呢就是 要趁这个改革开放的 大好形式 有针对这一定引进先进技术 提高我们的技术起点 所以这样做 第一步我们才可以 不惨好 经过反复的探讨和争论 最终领导部门明确了新一代导弹驱逐舰的指导思想 这就是自主研发部分引进 动力系统 通信系统党 国内技术力量薄弱的几个部分 从国外引进 其他系统由国内自主研发 经过一年的设计论证后 1984年4月1日 052工程正式启动 各个系统研制工作全面展开 决策机构给出了一个十年的计划 1985年至1989年完成设计 1989年至1994年完成建造 十年对人生来说不算短暂 但对跨越一个时代的任务来说 却显得过于急迫 在这十年间 北京的这栋四层楼房里 总是人来人往 弥漫着战斗指挥部的紧张气氛 这是052舰的总指挥大楼 军舰的研制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根据初步估算 052舰的研制工作 设计11个相关部委 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 几十家院所和几百个厂家 在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 有大量的技术 质量和进度的问题 需要及时协调解决 不解决工程进展不下去 这里面肯定有分析 有技术问题的 有进度问题的 有适量问题的 是你的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 可是脚在一块 不想 急迫的时间 错综复杂的各个环节 在质量和进度的天平两端 所有人都如履薄冰 失踪委 武器系统的专业设计人员 二十多年前 正在青岛从事另一个项目的 失踪委忽然接到命令 要他立即回所里 筹建一个新的设计部门 叫作战系统设计师 我们国内的话 本来就是没有这个作战系统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以前我们的国内的话 都是单机单孔 就是你复阵 复炮的就复炮 复着主炮的主炮 没有简介那样一个 统一智慧的一个轴机 与051型相比 052型最大的不同和进步 是第一次提出了作战系统的概念 这是052型设计中最大的亮点 也是最大的难点 根据设计要求 在052型驱逐舰上 雷达 导弹 火炮 鱼雷和辅助设备 必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计算机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 052舰就进行了大量的软件编程 实现了部分信息化的目标 那么各个武器系统的编程完成后 所有信息该汇水到哪里去了 如同人类的大脑 新型导弹驱逐舰的指挥中心 也需要一个全新的理念 过去舰长站在驾驶室内 拿着望远镜指挥作战的镜像 肯定一去不复返了 但新的武器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一次国外的考察中 科研人员看到了一种新型指挥系统 叫三人台 一个舰长 一个舱舱舱舱长 一个情报警官 简报警官它就有区信息 把哪些危险的信息 它告诉舰长先生 这舰警官底侧 这舰一舰 这个台子叫尾商舱 在前信息化时代 军舰作战时的抉择判断 主要依靠至战员的经验和素养 三人台改显了传统作战模式 通过电脑来汇总分析复杂的作战数据 并把介绍的各种武器装备联为一体 是导弹驱逐舰信息化系统的核心装置 但是三人台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 中国人却一无所知 像这种系统国外不可能把资料双手共同意义 就靠自己在考察的时候 看他一些关键的图件 怎么操作 解决一些什么问题 把一些基本问题了解以后 回来以后就琢磨 反复实验到最后还是终于实现了 052型驱逐舰上的三人台 还只能达到集中指挥 分散密质的水平 但这是中国海军装备从机械化迈向信息化 自动化的起点 正是从052届开始 中国新型导弹驱逐舰的信息化水平 实现了大幅度的运升 一般民传他一般不大做这个 是考核军舰核心使用性能的 一项大型锻炼实验 1986年曹生居所在的研究所 忽然接到一个通知 要求他们马上对一种新型钢种 进行应用研究 给他们的期限只有两年 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觉得很惊奇 一般的一个钢种 要有五到十年的研究周期 而这个钢呢 他研究就是两年多的时间 技术风险大 责任太大了 之所以选择如此高风险的技术方案 也是迫于无奈 当年051舰所用的钢种 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和海水腐蚀后 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质量问题 052型是要走向深浪的展介 钢种必须经得起严苛的考验 052型不能再沿用051型的钢种 但军用钢材在各国都是限制出口的 急迫之下 便选择了一种还处在科研阶段的钢种 这是052型研制过程中的又一个难点 军用钢材的应用研究非常繁琐 一共有9类140多项 对钢材的强度 韧性 抗烈性 低温状态下的应力状态等等 都要做出准确的测试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一起攻关 有时这个晚上加班 有的地方停电 就是用汽车的车灯打出来做 我们有得了几千个的实验数据 写了近百篇的研究报告 你想想这里的工作量多么大 两年多的夜以继日 应用研究总算过关了 钢材进入生产阶段 建船使用的钢材是全规格的 从薄板 中板 后板 到球饼钢 和三种焊接材料 无一能缺 为了确保质量和进度 也进步从全国各地精心挑选合适的钢厂 分头生产 但这一从未使用过的新钢中 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 还会遇到什么问题 所有人心里都没底 这时 总设计师潘敬福正带着人在海边四处寻找着什么 早在论证阶段 潘敬福就提出 在052研制过程中加入一个新的试验环节 这个环节在中国过去的军舰建造中是从来没有的 叫路上连条试验 就是设备在上舰之前先在陆地上进行性能测试 不少人对此不能理解 军舰设备在路上试验 这看起来不仅多余 而且费力费钱 但潘敬福却一再坚持 因为他曾有过一个深刻的教训 051型驱逐舰在建造时 所有设备没有经过陆地上的调试 就直接上舰安装 结果在使用后发现了不少问题 后来做了两年的扩大事业 就把这个建 所有的设备都是好好的事业变 设备装建后再调试和纠错难度很大 这让潘敬福深感内疚 和051型相比 052的上舰设备 更为复杂 还有很多是新研制的 一旦上舰后出现问题 后果难以预料 潘敬福终于说服了大家 决定加入路上连条试验的环节 但是这种路上试验场有特殊的要求 潘敬福等人跑了很多地方 才最终找到了核实的地点 那这个是打鱼的一个小鱼层上面 这个地方呢 可以 为什么呢 这个路上山下一定要在海边 我们要做这个路上地试验之后 真正目标试验 飞机飞过来以后呢 它在海上面飞 我们看到 焦志云是第一匹来到这片荒凉海滩上的科研人员 由于路上连条试验 在中国是首次进行 连专门场地都没有 一开始 科研人员只能在海边搭建临时板房冲作试验室 试验设备也是东偏西凑自己组装 盖了一个小瓶房 然后呢 上面就架着雷达 低下来就做了一个简易的炮坑 然后配上在那门房 那么这样的话 试验场呢 就算是有了一个基础条件了 052型的新岩设备不再少数 这样简陆的试验场所 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1986年 荒凉的黄海边 终于响起了机器的风铃声 中国第一个路上连条试验场 开工建设 这时 几百公里外的长江边 总体设计所的科研人员 进入到了设计的细节阶段 在人们心目中 宏伟的万吨巨轮 是传播设计建造的巅峰之作 但实际上 军舰设计的难度 远远高于万吨巨轮 052型驱逐舰的舱绒 只有民用七万吨散货轮的25% 但装舰的设备 却相当于七万吨散货轮的5倍 因为我们船小 东西多 你看几十万吨船 船很大 它空间大 所以对相比来说问题不是很大 我们冰船是非常紧凑的 对吧 里面不满了各种 机械设备 武器装备 雷达 还有那么多的管系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 趁金趁低吧 我们就几毫米都要考虑 都要等你算计 大家怎么样 有时候你让我一点 我让你一点 这些事情 在设计过程中 规定的误差不得超过毫米级 在这么小的误差之面前 设计所还对设计人员 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叫做精心设计 一次成功 那时候这个电脑 看起来还没想到的 当时也没有所谓的CAD 就是用计算机辅助 设计画图 这些都没有 在那个年代 所有宏伟的规划 都不得不从每天早上的 削铅笔开始 铅笔 圆规 钉子尺 曲线板 压条 计算器 就是这些在今天 看起来很原始的工具 一点点的勾勒这052区逐渐的盛行 你想要搞一个配电板 你要画全场七八十个配电板 那你就画七八十个 那么每一个配电板里面 比如十个保险师 你就画十个保险师 这一笔笔去画十个保险师 有这两层办公大楼 到了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那时候还没空调 夏天我们都是戴绣套 戴着一个绣套在那趴着这段话 汗要进到图子上去 那时候还塞话 冬天夏天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个任务是按月来 到月底也一定要拿出来 这没有人别理 完全是一种责任性 自觉性来做这个 军工产品 尤其是像这样一种 消耗国家这么多财富 这么多人这个劳动 假设做得不好 那责任太重大 不是这个自己一点 这个这个错了错了 就是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人 寒来熟莽 图纸上的岁月 不仅枯竹琐碎 而且战战兢机 容不得半点差错 在五年时间里 总体设计人员 收汇出的图纸紧重量 超过了一吨 如果没有信念的 支撑和责任心的趋势 我们无法想象 他们如何度过了 漫长的五年光阴 一千八百多个 日日夜夜 由于2010年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 黄埔江边的这片区域 全部搬迁 当年 这里是江南造船厂的厂区 成立于1865年的江南造船厂 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军工造船企业 建国后 中国的第一艘潜艇和第一艘护卫舰 就是在这里制造的 052型驱逐舰建造的任务 也落到了这家百年老厂的肩上 1983年 江南厂特意从另一个造船厂 调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负责人 担任052舰的总建造师 陈开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船舶动力系 27岁时就参与了051型驱逐舰的建造工作 虽然都是导弹驱逐舰 但052型和051型相比 可谓跨越了一个时代 陈开国的心理并不轻松 从整个总体的部事长 052年没有很大的区别 但内涵有很大的区别 他动力装置也很大改变了 武器系统也很大改变了 总体性能也很大改变了 随着开工时间的临近 陈开国心急如焚 为江南厂规定的建造时间 总共不到五年 而截止到下水的时间节点前 则只有短短两年 这对一条全新的高规格军舰来说 显得过于仓促 陈开国缠不住气了 还没有到正式的开工日期 就不断去设计所催要图纸 我心里很紧 心里很紧给他们吵架了 所以我刚刚告诉我 我说他们是秀才 我是头肥 他们看到我 也很头痛的 一起 哎呀 陈开国能源来了 对不对 要跟我们图纸来了 要跟我们吵架来了 这个时候 总体设计所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 也是忙成一团 但图纸的出炉 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规定 再忙也不能乱 性格倔强的陈开国还是不依不饶 一次次到设计所来催 设计所被陈开国逼得没办法 只好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方式 他们蓝图来不及做好 他们先把草图给我们 我们会设计的去 把他们这个草图外面好的图面上面去信息 这时候我们就记下来 我就带来说 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工 江南厂已经篱满着大战前的紧张气氛 各种炒品都提前展开 1989年9月 设计工作基本完成 上敦重的设计图纸 陆续运到了江南厂 9月8日 江南厂宣布052型驱逐舰建造开始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 黄浦江边的这个船台上 没有一刻空闲 然而建造刚开始不久 就遇到了一个麻烦 钢板出现了质量问题 刚才赫格列不高 甚至你用上船的 我记得大概百分之五六十 这个风险时间很大 因为今后如果撞到舰上去 那么遇到冬天供况 这些钢板就可能产生利稳 那这个对整个船上是致命的危害 虽然这些钢板在出厂前做过严格的检测 但江南厂规定 每块钢板都要再次复检 所有指标都必须达到上限标准 由于钢材是多家工厂生产的 为了确保没有遗漏和疏忽 江南厂对道场的每块钢板都做了详细的编号 这个编号上都给他记载的 你这个钢板的属性 是哪个炉号 哪个批号 哪个钢厂提供的 一旦我查出来这个钢板有问题 我可以马上追溯到 有哪几个零件非常晚 作为总建造师的主要助手 张国新每天除了睡觉 就泡在船台上 检查每一个环节 每一项工艺 这时一项温和平静的潘靖福 也有些焦虑 1990年 装进前的最后一次路上连条试验展开 主要涉及电子和武器两大系统 这也是导弹驱逐舰作战系统的核心设备 没想到经过测试 竟然发现了300多个问题 当时的这个设备的话 它的原器水平都比较低 可靠性比较差 因此的话呢 如果说有些工作 在现在咱们一天两天能干的事 那个时候的话 可能都要十天半月才能够行 本来时间就紧迫 检测手段又跟不上 而建造已经开始 设备却不能达标 这怎么能不让人着急呢 在300多个问题中 最让潘靖福揪心的是电磁干扰 052星驱逐舰上有大量的电子设备 它们之间会产生复杂的相互干扰 这在实战中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就在这几年前发生的 鹰阿玛岛海战中 又出现了一次 因为电磁干扰引起的惨剧 英国谢菲尔德号驱逐舰 在作战过程中 由于警戒雷达干扰了 卫星通信 在与本土联络时 被迫关掉雷达 结果没能及时发现 敌军的飞鱼导弹 导致被击毁 这是二战之后 英军损失的第一艘战舰 在052星驱逐舰上 中国人是第一次面对 如此庞塔而复杂的电子设备 要解决电磁干扰问题 应该有专业的电磁干扰实验室 在那个年代 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实验设备 很多环节只能靠图办法来检测 电磁站的有短部的 有微部的还有雷达的 雷达 树部雷达 一个一个来开 一开了以后 各个视频来看 到底有没有干扰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视频 再干 舰艇上的各类天线功率很高 产生的电磁波 对人体有一定的伤害 科研人员并非不懂这个尝试 但任务必须完成 没有人抱怨 虽然不得不依靠各种苦办法 但大部分问题都在现场得以解决 1990年秋天 持续200多天的大规模路上连条试验结束 潘进湖终于松了口气 设备达到了上界标准 当路上连条试验正在进行时 江南厂里有一个人正记得团团转 刘维新全国老母 素有江南汉王之称 在这之前 从来没有什么刚才的汉阶问题能难倒他 可这一次真把它难坏了 052型使用的新型钢种 在试汉时总有开裂现象 难度就是裂缝 强度高 它一般的这种材料 强度要抵瓶子之下 这种一般型钢的2.5倍 强度越高 加的元素 这个钢里面加的元素越多 越多以后 它的可汗性越差 越容易裂缝 在气象万劫的大海上 一个小小的汉阶响思 就能导致船毁人亡的残局 江南厂对此十分担心 直接向中设计师潘静福反应 潘静福很着急 新钢种的应用研究时间太短 存在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 谁也没想到 是在汉阶环节出了问题 各个科研单位紧急启动 研究应对措施 但所有这一切努力 最终还要靠汉宫的手去落实 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了刘维新 刘维新尝试了各种办法 都不成功 一个偶然的机会 刘维新发现 如果改变以往习惯的汉阶方法 裂缝的问题就能有所改善 关键不在焊条焊丝 而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配件上 在焊接工艺中 两块钢板之间的背面 一般都要放置焊接衬垫 以确保焊接到位 焊缝平整 而解决问题的关键 就是这个衬垫 一般的钢 我把这个衬垫拉开 拉开以后你看肯定好 这个钢不行 衬垫和钢板要压实 一点没有封 这到后来就成功 为了这个 一件点的这个衬垫 后面有没有间隙 要搞个两三次了 汉阶的难关一跃过 江南厂又开足了马力 由于军舰结构十分复杂 空间又很狭小 船体建造和设备安装 是错落展开的 船体还没最后成型 就必须先安装动力设备 052型驱逐舰采用的是 先进的柴燃联合动力装置 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应用 在动力设备安装中 有一项核心技术 叫轴系对中 它决定了轴系 能否安全可靠的运转 如果说动力设备 是建船的心脏 那么这项技术 比心脏搭桥手术 还要复杂和精细 这在江南厂的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 在人们的不断努力下 动力设备完成了安装 但是是否能把工艺编决 还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测 按照规定 轴系位移的误差 不能超过0.05毫米 也相当于一个体系 如果超过这个标准 就说明安装失败 夏天是最佳检测时间 白天温度超过35度 晚上十二点后潮汐上游 船体温度急剧下降 一热一冷间 对发动机的整袭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当时我们也进行 连续是半个晚上 多四五点钟起来 看数据 观察 它怎么走起来 每一次我们检查下来的数据 都是在放映 自然的做成 动力装置成功安放后 舰船继续建造 随着舰楼的逐步成型 下一步就要安装 复杂的武器系统了 十年对人生来说 不算短暂 十年对一个跨时代的工程 这充满挑战和艰险 波兰不惊 却如履无兵 走向深蓝的梦想 在坚守中启航 揭秘中国先进武器研制历程 军工技艺052型导弹驱逐舰 正在播出 052型驱逐舰的舰楼上 有数十个重要的武器装备 在实战中 这些武器会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 还要经受着复杂的海洋环境 和天气情况的考验 如果在安装时角度稍有差复 后果也是不堪设限 炮 反潜的雷 鱼雷等等 都要针对着一个机枕平台 它的误差范围是很小很小的 角度的误差是像秒的 所以说是相当相当的 相当的 如此巨大的船体和复杂的设备 工艺误差却都以毫米秒这样的微量单位来计算 实际上就是要求零误差操作 难怪有人说造军舰是在钢板上绣花 在建造过程中 曾发现球饼缸表面有些细微的折痕 用肉眼甚至无法看到 江南城专门组织了二十个人 每人发一个放大镜 一点一点的查找 打磨折痕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终于排除了所有隐患 随着军舰的逐步成型 建造工作反而越加艰难 狭窄的尝试 品类繁多的设备和管线 把操作的空间挤到了最小 给施工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有的时候就爬进去的家 像时候要爬进去 爬进去一个人在里面 蹲着冻在里面 我们一个电汉工员 在里面坐电汉坐半小时 然后出来夏天的时候 从来它的鞋子里能够倒出水来 有的时候小的地方 如果还仰仰的话 这火星就在头上的 就在头上咯啦咯啦下来的 我们身上都是 江湖上面都是板 这后面都是烫的板 就在江南厂全力以赴 为建成而冲刺时 近一万公里外 爆发了一次改写世界军事时的战争 1991年1月至2月间 美国对伊拉克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 这次局部战争 让全世界看到了现代化高科技战争的全新样式 特别是新型海军在现代化战争中 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这一年夏天 中国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 052手舰 船台建造完成 并成功下水 下水之后 又经过了长达三年的试验 调试和改进 最终拿到了设计之初所要求的 全部进来许多了 1994年5月8日 052手舰112舰正式交界 时任军委副主席刘华清 清临现场 已经全部梳妆打扮好了 这个小公园已经梳妆打扮 但是马上就要出架了 所以很漂亮 终于看到自己青色化的图子 郭忠光的机场都成现实的 成了一艘艰 无上高兴感到很高兴 非常高兴 刘华清就这么说 这条舰用了这么短的时间 现在取得了这样好的一个成果 不容易 外国也很少 因为想想多少年了 差不多十一年了 终于看到有一个成果了 激动肯定激动 其实在码头挂了 十年磨一剑 112舰命名为哈尔滨号 被部队官兵誉为中华第一舰 两年后 另一艘052型导弹驱逐舰 113舰正式服役 这就是著名的青岛号 和哈尔滨号相比 青岛号的国产化程度已有大幅提升 2002年 以青岛号为期间的海军 第一次展开环球航系 十国十港 历时四个多月 总航成越三万海力 滑越三大洋 东西半球 中国海军终于实现了苦苦追求几十年的 从未来走向深蓝的梦想 这次环球航行 让全球华人都由衷地感到自豪 而对于参与研制的科研人员来说 却还多了一份别样的牵挂 现在我这边收藏了 海军所有的部分 到了一个港口 到了一个国家 贴了一张邮票 盖了一个章 真的是我想 除了嫁女儿 就是她了 真是一种嫁女儿的感觉 看了以后很激动人心 就等于 我儿子出去工作了 过一段时间 什么东西回来 什么东西 那个信德 那个保留在那里 就到这去看一看 参与052首剑研制的人 如今大多已经退休 过着和普通老人一样的晚年生活 今天 中国新兴党的驱逐舰的金战术之调 已经跨上了十分的飞跃 装为了摩大法律的大肆提升 整个人都不妨碰了 十分重要的游戏 那如果我们为这些画面感到激动和自豪时 也许想不到 在这位置 是一种灵魂之调 也持续一生的波澜不惊 拖起了我们 共同的骄傲 感谢观看